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你第十五回的作文 那第十五回的作文的话呢 它基本上不像前面那两个是看图说话 它就是一个命题的作文 好 那这边的话我们看到 你把这个120改成180 那老师不知道说是因为 老师 补习班老师呢 还是学校老师叫你改的呢 还是说是你参考哪里的一个建议 不过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idea 因为事实上120个字 虽然说大考中心还有命题的老师 他们都一再的告诉我们说 120个字其实是OK 但是呢 其实你想想看嘛 我常常跟同学讲说呢 你如果是一个句子 12个字 那其实你只能够写十句 你如果一个句子 10个字 其实你就只能够写12句 好 那不管是10句还是12句 其实呢 不会有太多的内容 除非说呢 你真的是能够达到这个 减银二要 好像在写诗一样 好 那所以呢 如果你用180来做一个标准的话呢 事实上你就比120多了60个字 那多60个字的话其实差不多是 三分之二段到一段那样子的一个分量 其实会比较有内容一点 好 所以这个180个字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决定 那只是说呢 你在大部分同学看到180个字的时候 其实都会觉得压力蛮大的 那其实这边你不要觉得压力太大 因为其实你只要把你的文章的架构想好 其实180个字并不会很难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的提示 他说如果有某个神灯精灵愿意赐予你三个愿望 好 那所以我们这边要抓一下题目的关键字 第一个神灯精灵 第二个三个愿望 好 那他说你会选择哪三个愿望作为生日礼物呢 好 所以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idea就是生日礼物 好 那接下来他告诉你的 这个是一个主要他告诉你说内容要写什么 再来他说请以Dear Gene of the Lamb 开头写一封信 好 那所以他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说格式 好 所谓的文体应该是什么 那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在审题的时候你要看清楚说内容 还有他要你写的格式或者是文体 不是说很快把它看过去 然后就开始稀里糊里就开始用第一个字 一直掰到最后一个字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方法 OK 好 那所以现在你知道内容要写什么 你也知道格式文体是什么 好 那接下来他说你要告知你的愿望 这个当然是要 还有当然原因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你要稍微做一个平衡 因为你的愿望是什么 有的人常常有时候会花很多时间在讲这个东西 然后比如说他要一个大房子 房子没有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或者是他要一大笔的钱 他要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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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写到后来发现他的空间不够 或者是时间不够来讲述这个原因 所以通常来讲的话 你要先稍微思考一下说你的文章的结构 然后把这些重要的要素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不会呢 不会让你的文章比如说呢 这个头重脚轻 或者是有些部分呢 没有写到发挥不够 所以这个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 所谓的段落结构 那这边基本上老师还是建议你可以写三段式的文章 第一段的话呢 大概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书信的开头 告诉呢那个神灯精灵说 好比说我非常感谢你 然后呢我想要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 很简单的呢先把你的这个 一二三先把它讲出来 你说啊那我可以等到后面再讲吗 嗯也可以啦 不会通常英文的一个习惯就是开门见山 所以你可以在一开头的地方 就先把你的三个愿望 都简明二要的先讲 这样OK 好然后呢 接下来在第二段 第二段的话呢 你再分向叙述 第一个是什么 然后呢原因 第二个是什么 然后呢原因 第三个 就是这样子一直讲下去 我想这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然后最后到结尾呢 当然就是一个收尾 收尾的话当然就是呼应前面 就是说 哦你如果 你可以再次的感谢他 然后说呢你如果有这一些愿望 你如果可以得到这些东西的话 你呢会有多么的快乐 然后你会 你可以做些什么事啊 大概这样子的一个 就算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那当然你可以说 这三个愿望 这三个愿望呢 是不是一定要互相关联呢 这个地方你可以思考一下 它可以是完全分开的 只要你呢 讲的都有趣 有道理 引人入胜 其实也没关系 或者是你觉得这三个东西 必须要并在一起 达成你的一个更大的愿望 这个也是一个思考方式 那甚至于呢 比如说 这三个愿望 一定是要是具体的吗 或者是它可以是抽象的东西 那这个你也可以思考一下 因为呢 愿望不见得 一定要是很具体的东西 比如说有人可能会说 Well I would like to have wisdom 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思考的方向 或者是呢 I would like to have great health 这个也是 也是可以的 没有人说一定 必须要是很具体的东西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当然也会有人呢 别出心裁的 把这三个字 把这三样东西的 头的英文字母 拼成一个字 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头字语 不过这当然就是说很费工 除非说你平常 有这样子在做练习 否则的话这个部分 就是看 我们常常讲说看这个 老天爷 有没有在那个时候 保佑你 或者是呢 打个雷 没有啦 不是打个雷 或者是你那天早上 吃了什么好东西 让你有这个灵感 Anyway 就是呢 你可以把这三个分开 也可以把这三个 连成在一起 为了达成一个更大的目标 OK 好 所以呢 你可以这样子 平常有时候我们看到题目 我们就要练习这样思考一下说 你可以怎么样切入 可以怎么样组织 然后可以怎么样跟别人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的文章 好 文章这边它说 Dear Genie of the Lamp Thank 好 那注意到这个 thank 这个 thank 的话请你要注意到 你一定要有一个受词 比如说你要说 thank you OK 好 不能够只有 thank OK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是不太合乎这个 thank 的用法 所以你可以说 thank you for OK 我们呢 we thank someone for something 所以你可以说 thank you for OK granting 好 那既然是for 后面我们就要用动词的ng 所以是granting me three wishes OK 好 或者是你说 哎呀那我好不容易想到这个愿意啊 好 那我可不可以继续用啊 好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复杂一点 你可以说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OK 或者是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tha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thanks 之类的 我再讲一次啊 你可以说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或者是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thanks 或者是 appreciation OK 好 然后呢 那你后面可以加 that 不过其实我觉得这还是有点多语 其实我觉得你用 for 是最好 那你如果一定要 that 的话 请你要注意到 愿意是 be willing willing 对啦 好 因为will这个字再怎么样也不会去加到r的后面 will的话呢 要不然就是名词嘛 好 要不然的话就是所谓的叫做注动词 好 那他怎么样也不会去加到这个r的后面 所以你是 willing 所以你是 willing that you are willing to grant me three wishes 好 那其实我刚才讲的 我说你还是最好 说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granting me three wishes 这样子最好 OK I have contemplated them 好 这个contemplate 这个字真是用的了不起耶 而且还没有写错字 OK 不过老师这边要跟你讲的就是说 其实用 contemplate 抱歉 其实没有很大的必要 好 因为这边的话呢 除非说你要讲的是一个 你需要深思熟虑 好 充分经过考虑以后才做的决定 然后呢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东西 否则呢 这边的话 嗯 呃 有一点点太过头了 当然你说哇 这个可能影响我的人生好吧 那这样子也可以 好 不过通常来讲的话呢 我们呢 就直接说 I have thought about them 就可以啦 OK I have thought about them for three days OK so I am not hesitated OK 好那这边这个 hesitate 这个字 hesitate 这个字的话就犹豫 那犹豫的话呢 人 犹豫什么事情 是主动的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请你不要用被动啦 因为你说 I am not hesitated 这个变成被动 OK 或者是你说 我要写形容词 抱歉 形容词 hesitate 的形容词是什么呢 要去查一下 OK 好 这个不是形容词 所以你可以说 I don't 或者是 I won't 也可以 I will not hesitate anymore OK 这样子就OK啦 或者是说 I have contemplated about I have contemplated them 或是 I have thought about them for three days so I have made up my made up my mind OK 好 因為呢 這邊的話你說 因為已經想了三天 所以呢 不再遲疑 不再遲疑的話 其實就是下定決心的意思吧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聊到 你就說 So I have made up my mind 或者是 I have reached my decision 這樣子也可以 OK 這樣子的話 更讓人家明白 你接下來是要說什麼 好 他說to begin with 首先 好 這個 to begin with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是在 你是在敘述一個事情的時候 你說 我們要有個條理 從第一件事情開始講 首先 我們現在討論什麼 好 那這邊的話好像你不是要討論 你就是要告訴他 所以用這個to begin with 在這邊的話 顯得有一點點 太大的 所以你就可以說 first 其實就好啦 因為這邊的話 你又沒有說 首先 我們要先來討論一下 亞洲的局勢 並不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你就說 first I want a car as my birthday present OK 好 這邊的話呢 the birthday present 可是問題是這邊 你有三樣 三樣都是你的生日理念 所以你只有講 I want a car as the 那另外兩樣那也 所以你可以說 one of mine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表示還有嗎 OK one of my birthday 那既然是one的後面這個present 所以你就要加 that's all OK After the birthday I will be eighteen years old OK 好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其實是有點中文式的說法 通常英文的話其實你就講說 比如說你可以講說 I will be 就好了 你就講 I will be eighteen years old OK Yeah 就可以了 This year OK 好 你就不用講說 after the birthday 因為 這個英文通常比較不會這樣講 或者是你可以說 This is my eighteenth birthday 好比說這樣子 OK 好 I can drive to the university OK I think I can drive to the university 那這邊的話你要稍微講一下 I can drive to the university 然後呢 並不是現在嘛 因為你現在還不知道你要念哪裡啊 所以你可以說 I can drive to the university starting in September 然後把這個時間 講清楚 OK 好 來接下來我們看到 I think Everyone 好 那這邊的話大家 Everyone Everyone的話 應該是要怎麼樣 連在一起寫 OK 這邊分開寫的話 意思就不太一樣了 OK 所以這邊 Everyone 大家請把連在一起寫 Will be A 這邊的話我們要再看一下 好像很多 背了很多的字 但是問題是說它的詞性也沒有搞得很清楚 然後我們把這個歪秀出來 好 那麼 Jealousy Jealousy是什麼 Jealousy是名詞 OK 所以這邊的話既然你要用形容詞是什麼 Jealous OK 不過很好的是你要緊緊記得用這個off OK 這個沒有問題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又是我們上次曾經提到過的這個分詞的問題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老師不見你用分詞 因為這邊的話呢你說 Be jealous of Be jealous of 他們對我很嫉妒 而同時 這邊 好像有點怪怪的啦 其實你可以 這邊的話其實不需要同時 你可以就說 Everyone will be jealous of me and 好 那這個尊敬的話呢 其實我們也是用什麼 用pay 或者是用have 所以你說and have respect 好 那這個的其實不需要 因為你不需要去限定是哪一種respect 所以你說 and have respect for me OK 好 這樣就可以 不需要特別用分詞 一定要強調同時 再來的話就是這個jealous這個字 jealous這個字的話當然你可以用 不過呢 如果你簡直的是又嫉妒又羨慕 好像應該是envious 抱歉這邊有點寫得不很美 OK envious e-e-v-i-o-u-s OK envious 又嫉妒又羨慕 因為jealous的話通常呢 是指說一種 所謂叫度火中燒 這樣叫做jealous 那如果是別人有的你沒有 然後你很想要 那個我們就是一種envious envious envious ok additionally 這邊老師的話 這邊老師要建議你其實你說second 就可以了 因為additionally的話 其實是你原來的東西講完之後 然後你呢 還要再講說還有還有 那這時候你才說additionally 要不然的話其實你就說second 因為這是第二個而已 ok 好那你說second I want a new guitar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願望啊 ok in senior high school 好這邊的話你要注意到 你說in senior high school I took ok 好那你是假設說你是在考指考嗎 你已經畢業了嗎 如果這個是指考的題目的話 那你可以這樣講 因為那時候你已經畢業了 那如果是現在呢 學測才剛考完 或者是你是在考學測 基本上你還在讀高中 那你說in senior high school I took 這邊可以了解老師的意思吧 就是說你用了過去式 然後說是in senior high school 表示你現在已經不是高中生了嗎 這邊的話呢 要思考一下 所以其實大家都知道你是高中生 所以如果你是在這個階段寫的話 其實這個in senior high school 可以把它去掉 你就可以直接說I took part in 或者是其實呢 我們如果你是一個社團的話 你不會說take part in 因為take part in講的是活動嘛 或者是呢 一般來講的話是一個活動 或者是一個event 一個事件這樣子 ok 所以你可以說 I used to be a member 對不對 I used to be a member in the guitar club 這樣就很好的 ok 因為你 我們不太會說I took part in took part in you may take part in an activity you may take part in a meeting but you don't take part in a club but you don't take part in a club you are a member in a club ok I learned many many的話後面呢 這個字應該怎樣 對啦 複複加上去的 ok associated with playing the guitar 很好你會用這個associated with 跟什麼什麼有相關念 而且用的是正確的 ok 好 playing the guitar ok 不過這邊的話呢 我們如果一定要把它變成一個更有名詞性的東西的話 其實我們會說什麼 ok 沒錯 我們會說 Guitar playing 好 就好像我們會說 car racing 或者是bike riding 或者是horseback riding 我們會說 Guitar playing piano playing 好像這樣子 ok but I didn't have my own guitar to demonstrate how well I play to my family 這句話寫得很好 ok 或者是說 你要講的是說 你到目前都還沒有嗎 如果你要 其實你這句話這樣寫已經很ok了 就是表示過去的一個狀況 但是你如果要講說你是到現在都還沒有機會的話 老師建議說 到現在都還沒有 我們會用什麼 我們會用現在完成式 或者是 I haven't had ok I haven't had my own guitar yet 或者是 I haven't had my own guitar to demonstrate how well I play to my family yet 那個yet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放在my own guitar後面 你比較不會拖很久很久放到 丟到最後面 ok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要看你要怎麼樣來表達你的語意 如果你只是要講說 之前都沒有 或者是你要講說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 那看你要怎麼樣決定 ok I hope that you can fulfill my wish 好這邊的話 其實語意上面老師會覺得有點不是很清楚 這邊的fulfill my wish到底是指說 哪一支吉他呢 還是指說彈給你的家人聽呢 因為你前面剛剛講完的是說 你要彈給你的家人聽 ok 好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可能要再那個一點 再把它寫清楚一點 就是說 I hope that you can fulfill my wish of having my own guitar 如果你要講的是這個 ok I'm having my own guitar 剩下你自己寫上去囉 好 那到這邊為止有沒有問題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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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